看一下那個範例6吧 範例6第二題 題目說直線L 就是X加Y的AK 那麼跟另外一個圓也給你了 長這個樣子 那他說如果相較於兩點的話 請問你K的範圍是多少 你先問這題目怎麼算 我先說你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把這個C做配方法 配完之後怎麼辦 把那個圓系怎樣 帶進去頂高距離公式對不對 然後要小於多少 因為相較於兩點所以應該小於半季 那我先說那樣算 會很煩 因為光點他直接去就要取絕對值了 然後絕對值你還長範圍 你還要爬到平方 所以一定很複雜 所以我們用的是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假設那個L上面的點 是多少你知道嗎 L點 L點呢是 X 還有 呃 可以解X嗎 對 K-X 看懂嗎 看懂 因為我這邊不是寫X加Y的K嗎 所以換句話說 我的Y會點什麼東西 K-X 所以我講的那個點就是 X跟K-X 原本是在寫XY 然後把Y改成K-X 然後把他帶入 好 帶到C裡面去 所以他解果會變成是 X的平方加上 K-X的平方加3K-X 對 看一下 要等於 或是要等於等於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解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只有一個切點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圓我不是已經有了嗎 你這樣想好了 會不會要簡單一點 不是一個圓嗎 然後呢 如果假設這條線 跟這個圓呢 剛好只有一個解的話 但是剛好只有一個焦點而已 那到底一定是切線 那如果我有兩個解的話呢 那就代表他應該是 相加於兩點就是割線 這樣聽懂嗎 會啦 所以我們其實在找出 這兩個點共同的解 找出這個直線 跟這個圓的共同的解 那我們希望是出現兩個答案 這樣子 會啦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要把它化解 那不好意思 可能這個你要花時間化解 我去直接把答案給你 好 你化解的結果應該是 2X的平方 2X的平方 加2KX 然後呢 加上 2K加6 等於0 OK 其實當然還可以再化解 再除以2吧 結果應該是X的平方 加KX 加上K加3 等於0 OK 好 好那第一個他說相加於兩點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地方 如果要出現幾的話 代表判別式應該怎麼辦 判別式是不是應該要大於0 判別式大於0才會有兩個焦點 對不對 所以判別式怎麼辦 就是B平方 減掉4A C 應該要大於0 好 因為這是一元二四方乘4 對不對 會啦 好 所以把它畫一個結果 我們應該是K平方 減掉4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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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那你畫素線答案就出來了 畫素線的話 一個是負2 一個是6 那大於0的話應該是 左邊跟右邊這個地方 所以答案是 K小於負2 或 K大於6 這樣會來齁 不定答案 所以答案是 K小於負2 或者是 K大於6 那如果相切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判別式 等於0 那超爽的 答案就直接行 K頂的話 負2跟6都可以 不單是負2還有6 這樣會來齁 OK